俄羅斯北溪天然氣管道運營商在9月27日表示 它的管道系統一天之內就有三處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 目前無法估計何時會恢復運作 早點的時候 瑞典海事局就北溪1號出現兩處洩漏發出警告 而此前丹麥發現附近的北溪2號也出現一處洩漏 丹麥緊急宣布禁止在五海里半徑範圍內航行 丹麥軍方在27日發布的影片顯示 波羅的海海面出現大量白色氣泡 位置就在北溪1號和2號管道上方 克里姆林宮認為管道明顯受損 不排除是人為破壞所致 俄方十分關切 須立即調查 因為這個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的能源安全 洩漏事件亦引起美國的高度關注 專家表示 兩條北溪管線短時間內發生這麼多洩漏事件 極不尋常 很可能是一種戰爭手段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一直是俄羅斯手中的一張王牌 已成功製造了歐洲的能源危機 儘管兩條北溪管線在發生洩漏時 並沒有向歐洲輸送天然氣 但是洩漏事件卻令歐洲 在冬季前通過北溪1號獲得天然氣的期望 徹底破滅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